75、星島日報Blog-Biziker與交通意外 2015年7月12日娛樂D05 韓國男子組合Blog-Biziker 本月8日晚上參加隊友破經在首爾江南區舉行的生日派對後 由經理人加車返家,但原來經理人曾在派對上飲酒 途中因不顧交通燈信號而與葬到其他車輛 慶行經理人跟坐在後座的Cickel都並無受傷 Zico跟經理人都進行酒精測試,因在直上的酒不沾 故Cickel的血液酒精度為零 他表示跟經理人派對上並不同坐 故並不清楚對方飲酒的情況 故亦不構成罪加輔助罪,而經理人則正在反省中 藝人因經理人的疏忽而受傷時有所聞 將去年九月女子組合Ladies Code 的奪命車禍 就證實是因負責駕駛的經理人不小心駕駛所致 審查到訪問流血液華